國鎮對決西蒙 霹雳州到底在熱些什麼 熱點馬上給你熱選焦點 過去兩屆大選反風大吹 甚至在308的時候 霹雳州還變了天 但幽默的是 才沒幾個月 州政全球因為有三名州議員跳槽 讓霹雳州重新的回到國鎮手中 也因此讓霹雳州成為了 全國最搖擺不定的州屬 在過去兩次的大選對決當中 霹雳州的59個州位席 好像一直都離不開 31對28的宿命 308那一年 在野黨得了31席 國鎮28席 可是後來因為有三名州議員跳槽 變成了28對31 到了505那一年 輪到了國鎮的31席 在野黨28席 唉 這三席之差不斷的輪回 希望這些大選呢 這個差距可以再拉開一些 要不然的話 一直跳來跳去 變來變去 真的是沒完沒了啊 原諒伊斯蘭黨宣布 來今大選 他們將會競選霹雳州 所有59個州議席 全線開打 那也就是說 除了國鎮新盟之外 再加上伊斯蘭黨 每個選區恐怕都要上演三角戰 希望到時候當地選民不要換上 選擇困難症囉 選民還沒選擇困難啊 馬華內部就先選擇困難了 因為馬華上一屆唯一插棋的國席 單榮馬林 這次出現了一山二虎的局面 首途大將黃嘉全對上馬華 霹雳州聯委會主席馬漢順 兩個人都基於這塊肥田 最後花落誰家 只能夠說要等老大翻牌子了 西蒙這次大選擺明了棋盤擺出來 要一手揮掉兵毒 將軍對將軍 不是你死就是我王 在柔柏亞一旦 由劉振東對上魏家祥 而在霹雳 火箭主席尼可敏已經放話說 他要攻打安順 正面對決馬秀強 而且他說了 他是去贏不是去輸的 看來他的火力跟劉振東一樣 就是要硬碳當全派滑稽政黨的老大哥們 選舉委員會重劃了霹雳州的35個州議席之後 原本屬於火箭的18個州議席 只有6個增加了超過2000個選民 這會不會影響選情呢 有待確認 不過見招拆招 像是德賓定義州議席 這個原本有著8成華人選票的地方 就跌上了3成 對此霹雳州的火箭主席尼可敏就說 就算這個選區已經轉型成了馬來選區 火箭依然堅持上陣 不過聽說 火箭有意空降馬來憲法專家阿多阿茲巴里 來爭取這增加了快6成的馬來選票 馬來選友 就算這個選票 被其想被拔入了 такой的選票 Mono 這個選票 能